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佛教所有佛像的造型 都是非常高贵庄严的样子 但是呢有一尊弥勒佛却是又矮又胖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肚子 为什么弥勒佛的造型跟所有的佛像不一样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员法师 弥勒佛呢在台湾可能不多了 有的话只是一关道在供 佛教的寺院里面供弥勒佛的不多的 那么在中国大陆呢 所有的大的寺庙 进山门的时候 笑面凝人的 第一尊佛就是米勒佛像 那就是肚子大大的 笑笑的 就这么一尊像 这尊弥勒佛它是中国人的样子 这尊弥勒佛呢 其实不是弥勒佛的本像 这个米勒佛是在 另外的佛要降临到我们人间成佛 那么这尊佛现在还没有成 还不是佛 它是菩萨 所以弥勒佛又叫做弥勒菩萨 弥勒佛又叫做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就是未来还会就要生在我们人间的一尊佛 那现在在哪里呢 是在天上 是在天上哪一层天呢 也叫兜俗天 兜俗天有内愿有外愿 外愿呢是凡夫所做的地方 内愿呢就是圣人所做的地方 也就是弥勒佛啊 在那边等待着 在56亿年之后呢 再到我们人间来成佛 因此在原始的经典里边 以及呢图像的里边 在藏经里边的图像的里边 我们看到的弥勒佛像啊 是带着天官 就是有点像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像大狮子菩萨 像文殊菩萨 他们那样子的像 没有提光头的样子 可是呢在释迦牟尼佛的当时啊 弥勒比丘啊 他应该是提光头的 那么在天上的那个弥勒佛呢 还没有成佛的那个弥勒菩萨 是啊就是菩萨像 不是啊比丘像 这么后来怎么会变成了 一种大独自立佛的 这是在中国宋朝的时候 在江省有一个越林寺 有一个越林寺的一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呢叫做什么呢 叫做啊 慈祺 祺有慈离的那个 这个汽有慈离 慈祺 慈处 祺呢 气又是气啊 慈气 这么一个人 这一个人呢 呃 当时就是啊 胖胖肥肥的 而 坐无定处 虽然呢 在那个 又林寺啊 他在那边呢出家 也在那边死亡 圆寂 他平常很少在那个地方 就是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啊 在那个地方 那么什么时候 人家把他当成弥勒佛的呢 因为啊 他死了以后啊 有人呢 听到他说过 说弥勒 真弥勒 世人皆不赦 就是说 他是真的弥勒 就是人家不认识他 就这样子呢 就变成了 后人就把他当成弥勒佛 来供养 就把他弥勒佛来供养 又把他当成了 这个十八罗汉里边的 一尊罗汉来供养 这个本来罗汉只有十七尊 十六尊 十六尊罗汉里头啊 加了一尊啊 弥勒 在里面 就是那个大肚子的罗汉 也另外加了一尊中国人 那个叫复活罗汉 加进去 那变成十八罗汉了 那么这个 这个弥勒佛啊 现在为什么供了山门口呢 因为他是将来要传福的 为什么一定要供到山门口呢 他们说山门口佛像呢 供到那边 笑面迎人 你进来吧 你进来吧 你来得好啊 正好啊 还有呢 大家看了他就产生一种欢喜心 这个大肚能用窝 就肚子的大 就是心量大 心胸款大 你看到心光体胖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让人家说 啊你法复了 你真是啊 心光体胖啊 你一定是最近越来越顺利了 所以是人家看到肥肥的胖胖的 笑笑的人呢 这是很有人缘的 还有呢 他这位这个 这位比丘啊 这位这个 菩萨很有意思 他经常是拿着一支带子 这支布袋 因此呢 有人叫他什么呢 叫做布袋罗汉 他这布袋里面 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人家送他什么东西都 他都要 人家送他 能够吃的他就给 他也放进去 能够玩的也放进去 值钱的 不值钱的 全部放进去 人家问他 你给了他以后 问他要不要 他要 要不要还要 你只要给他 他都放到他布袋里头 好像这个带子啊 永远放不满的 但是呢 有人需要问他要东西的时候 他一定给 他这个带子里面 拿那样东西 拿那样东西 也是拿不完的 这个 有多少人 要多少东西 他都给 所以这个带子里 装进去呢 装不满 拿出来呢 拿不完 所以有人叫他是 乾坤淡 所以这样子的 一个精神呢 就是一种菩萨精神 菩萨呢 你要给他 他全部都要 那人家问他要的 他全部都给 他这个 都是为众生 成就众生 所以这一个 这样子的一种菩萨的精神呢 实际上就是代表着 佛的 或者菩萨的 慈悲精神 有什么 感谢观看